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陳家驅,同事都叫我做KK 而是港燈南丫電廠發電科做一級工程師 我今天的成就並不是誰手可得 差點我連上起跑線的機會都沒有 記得在中五畢業過後 或一年考了兩次才成功爭取到入港燈做學徒 是否贏在起跑線並不重要 一個人只要下定決心、定下目標 肯花時間、努力、肯捱、肯薄 終有一天會出頭 我在公司做了二十多年 一共轉了四個部門 每次轉換崗位都是一個挑戰 我相信凡事都有它的答案 最重要是你要積極去找 這樣才會有進步 出來做事沒有說會一帆風順 有困難的時候 支持你和幫到你的 永遠都是你身邊的同事 因為每個同事都有他獨當一面的才能 可以說個個都是臥虎重龍 好像有段時間我調去一個負責體圖職的部門 負責體圖 由於當時我不太熟悉工作 遇到很多困難 幸好多得營運部的同事 內心地解答我的問題 我自己也不斷地找書找答案 終於不僅掌握到工作的要求 更加幫到整個團隊改善運作 港燈則跟香港八幾年 主要不僅提供穩定的電力 給香港島和南亞島的市民 還會給到同事一個廣闊的國際視野 好像我曾經被派過去 集團在河北省的唐山電廠做副廠長 去過泰國的電廠培訓當地員工 又去過英國和荷蘭考察 每一次都是一個難得的經歷 難忘的挑戰 還記得在唐山電廠當時 當地的同事最初都是質疑我的工作能力 剛巧有部風力發電機壞了 我分析原因 他們最初不太相信我的報告 直到專家檢查過後 和我找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他們才對我另眼相看 在日常維修機組的時候 我又會和他們一起爬上爬下 有時還會比他們快 過了一段時間 他們終於認同我是其中一份子 這段經歷告訴我 就算環境多麼艱難 只要用心做好本分 以身作質去感染身邊的人 同時最終都會認同你 成為一個堅實的團隊 追求目標的時候 如果只是懂得上班 不懂得下班 很容易忽略家庭和變康 記得在2013年 我完成了碩士課程之後 身體開始拍出警號 當時我才察覺到 是時候要放鬆一下 我開始定期地跑步 一來鍛鍊身體 二來乘機和姐姐一起運動 給多點時間陪伴家人 我做人做事都喜歡有目標 我的新目標 就是要去不同的地方 跑馬拉松 為了做出一個較好的成績 我每星期都會跑一定的理數 亦乘機平衡生活和工作 我和姐姐說過 就算起跑線上落後了 只要下定決心 定好目標 大膽嘗試 當機會敲門的時候 你都可以處置太陽感應接它 好好把握機遇 我就準備好了 你又準備好了嗎 我又準備好了嗎 那就這樣 我先來吧 有很多時間 有很多時間 可以結束 我現在來做 如果需要